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在进行输入文字的时候 我先简单举个范例 我们断行 通常我们要调整文字的行句 都会在字圆这个部分来进行调整 数值越大 行句越大 数值越小 行句越小 那这个观念各位同学都很清楚了 那我们先回到表格 今天当你绘制的表格有非常多格子的时候 输入完文字以后呢 有可能遇到文字1 这个问题 你进行调整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不管怎么调整 文字似乎都不太能完美的卡在格子里面 那关于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我们点选文字2 各位同学看到个重点 在字圆的部分 行句这里 有看到吗 我在这里后面有输入小数点哦 当你使用内建的行句数值进行调整的时候 如果无法调整到你要的位置上 你可以将游标移到数字后面 点选 这时候你就可以输入你要的数字 记得先按下小数点 输入数字 按下确定 文字1的部分可以看到 行句的部分有调整了 所以各位同学在输入小数点的时候呢 可以慢慢的细心微调 可以将你的文字调整到你要的位置上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